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入行论智慧品》当中 讲大乘和小乘的关系 正式开课之前 我随便跟大家说一下 无论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现在学佛的人当中 看起来有时候 为人出世 戒人待物方面 有个别的修行人比较差 尤其是在作人方面 显得不太如法的 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要求大家 学习《二规教言论》 很多地方也改变了一些行为 这是非常好 以后也是同样的 作为一个佛教徒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处理好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非常殊胜 也是一个胜傲的教言 这个教言分的三点 第一点 我们对上等人恭敬有加 对中等者和睦相处 对下等人慈悲爱护 希望这三点 这些上中下 我们处于任何一个人群当中 我想我们也有上面 需要恭敬的地方 不能顺顺便便得罪 或者开始扰乱他的心 在出世对自己有地位 学士 各方面比较平等的人 对平等的人 还是应该和睦相处 不能牛角装在口袋里面 一直扰乱别人 或者说是毁坏别人的心 这样也不合理 然后对下等者不能欺负 也不能自己相续有傲 应该以慈悲心来恢护他 爱护他 这就是我们做人非常殊胜的一个标准线 我个人来讲 确实是遇到这个窍诀以来 虽然我做的做人很差 但是自己一辈子当中 可以说用这个作为一个衡量 以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来进行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口头上讲得很大话 实际行动当中作人的 连一般没有学佛的人的步入 那非常的差劲 一定要富足于行动 所以希望大家 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 一定要能运用 刚才上师如意宝的三句 这个我们平时在学佛的团体当中 一定要对上上下下的处理问题 关系问题方面 还是一定要值得重视 下面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破非教之理由已经讲完了 现在破佛所知这个理由 别人也是跟小乘宗继续辩论的 若语 如今藏 继续微服语 三藏大乘教 云和如不许 在这里还是继续与增上满的小乘宗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 小乘宗他们认为 我们大乘的三藏在小乘的经典当中没有发现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颂词和下面两个颂词 总共有三个颂词 这三个颂词 慧原论师为主的 有个别的论师认为这不是寂天菩萨的原颂 也有一些论师认为这是原颂 还有论师的观点 次第方面也有所不同的 我们以前讲《入行论》的时候给大家解释过 不管内容什么样 是不是寂天论师的话 我们暂时不去分析 应该知道他的论意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小乘宗认为大乘的三藏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 小乘自己就是包括三藏 大家知道一般小乘 经藏 律藏 论藏 经藏 阿含经为主的一些经典 然后律藏 生气律等等 我们现在所谓的四分律等等 这些都是 还有经 应该说的论藏 论藏的话像《六祖》或者《俱舍论》等等 像这些论典认为是论藏 他们认为我们的三藏是齐全的 佛陀所谓的三藏 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要 这是小乘大乘都共同这样承认了 为什么叫藏呢 就像藏库一样 所有的八万四千也好 八万四千八万法门全部包括在里面 就像我们东西全部装在三个藏库当中一样 认为佛所说的这些内容 全部意义和次举都包括在三藏当中 他们自己认为像我们的三藏一般学顶学围族 顶学围族的这些道理在经藏当中比较明显的 解学在律藏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回学在论藏里面比较明显 并且所有的内容也是不相伟的 因此认为我们自宗小乘的三藏完全是圆满齐全的 因此它可以成为佛陀所说的佛语 就是佛陀所说的语 而你们大乘这些都一概不承认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大乘有关的经典当中都说一切万法 乃至从严而彼生舍法一直到乃至一切之间的一切万法 全是在抉择为空性 我们宣讲薄弱的时候全部抉择为空性 那在这样的观点当中怎么会出现三藏呢 所有的这些三藏不该承认的 这样一来那么你们大乘的教法 不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 因此他们对大乘进行辩论 当然这样的历史 在古代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不久的将来 声闻十八部开始一直不断地发现 到目前为止这种辩论其实也没有真实的停止 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 有些小乘众和大乘众也有一些公开的辩论 也有一些私下的佛教团体之间的一些辩论 但是佛教内部的辩论不像以前一样 不是特别的严重 其实我们应该要了解到 不论是大乘 小乘还是密乘 任何一个佛教的乘跟外道相比较起来 修学佛道的人是非常有因缘的 非常有殊胜缘分的 他们都承认是善法因 然后也承认获得了解脱 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所以这样的妙道应该说是我们值得希求的 而外道的很多修法也好 教法 那我们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希求的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会了知的 以前龙猛菩萨也说过 一般小乘对大乘诽谤说三个原因 第一个他们都不知道利益他众的功德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把功德看作过失 本来利益众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和好的事情 然后把它看作为过失 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对承讳功德 对利益众生的功德生起嗔恨心 而导致对大乘的诽谤 龙猛菩萨在《众观宝门论》为主的有关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到的 而且《经庄严论》当中也是讲了 大乘和小乘之间在法性方面 教授方面 还有在一些其他的原因等等 中共有五个方面来宣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 现在无论是小乘也好或者一切不明佛教的人 他们大多数的诽谤或者反对其实没有学习过 真的如果他们去学习恐怕是不会诽谤的 因为他的智慧是有限的 你完全通达波罗波罗蜜多的空性意义 对很多人来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既然你还没有通达他的教义的时候 你先拿起来诽谤恐怕是不行的 比如说评价一个产品 评价一个产品你首先要知道这个是从什么厂里面拿出来的 这个产品的质量是什么 它的元素组成部分是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你必须了解清楚 才有资格说这是加码威武 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 你先还没有了解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讲 对一个产品的增加辨别也是不允许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真的有智慧他在漫长的世间当中去研究 结果恐怕对大乘的空性甚深意义被他吸引出 反而对他很有生起信心 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这样真正能了知功果的人这个人还是非常的少 如果真正能知道就像《正念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智者 今之功也功乃至智者相 功果劝不小即食欲者行有这么一句 我们如果完全能知道功德和过失 世间的一切功德和过失完全能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世间的智者相 可是现在很多人功德和过失完全都不明白 一点都不小得 所以一点不小得的原因 愚者的行为非常的可怕可笑 这样一来我们世间当中也是千千万万个人 诽谤佛法 诽谤大乘佛法 诽谤密宗 这些人都是应该说趋入一只愚昧的道 真的是看他的言行举止 有智慧的人 有悲心的人 对他的悲悯自信也会有然而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诽谤大乘仁者也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我们站在大乘的角度来播持对方的观点 就是这样说的 三乘大乘教 因何不成虚 我们大乘论典经典当中 其实三藏完全都是具足的 比如说有关一些监学方面 有关丁学方面 有关禅定的这些方面 那《妙花莲花经》 《华严经》这些当中 比小乘里面更非常的丰富 丁学方面的这些教言也是非常多的 解学方面像《菩萨戒》 《梵王经》等等 在律藏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一些比如说解丁灰 就是灰学方面在大乘斗伦为主的一些 论典当中也是有 或者一些般若法门当中有关这些相当多的 这样一来如果通达真正大乘教义的人 戒律也有 禅定也有 智慧也有 这些应该以超胜的方式来全部具足的 所以我想很多对大乘佛教不了解的人 那当然他就心口开合说很多不如理的事情 逐渐逐渐他完全能了解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他也根本不会诽谤的 当然这样的人不是凡夫人当中 甚至有些圣者也会有的 以前施青论师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吧 因为施青论师刚开始的时候在印度 在拉兰多斯世界非常严谨 对整个三藏广大学问全部通达无碍 自己也觉得非常了不起 正在这个时候据别人说五咒菩萨 学习有关大乘的论典已经精通了许多空性的法义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十无忌惮地诽谤他自己的哥哥 说五咒在十二年当中住在圣灵当中 该修的法没有修成甚至偷劳无益的 造了很多像脱大象般的很多大乘的论典 他进行毁谤他进行毁谤以后后来这个消息 传到五咒的耳朵里面 后来不是五咒 五咒菩萨对自己的弟弟生起本命之心 他就专门派两位弟子到事情那里去想办法度化他 这两位弟子拿两部经典 一个叫《诗地经》还有《无经慧经》 他们在早上黄昏的时候在《诗经论师所住的旁边》 开始朗诵 一直读经典 读经典的时候早上《诗经论师》一听到的时候 他觉得因为他是非常利根的人 他听到《诗地经》的教义的时候 他觉得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 这个因倒是很不错的但果方面不太好 他这样认为的 后来到了黄昏的时候听到《无经慧经》的时候 他觉得大乘佛法确实是讲因和果是非常不错 对大乘佛法生起了极大的信心 他就开始后悔想忏悔的时候 毁谤也是用我的舌头引起的应该割断自己的舌头 他准备找到这个时候两位弟子劝他不要割舌头 这样割的话也起不到作用 你要想忏悔的话在你的哥哥那里应该有忏悔的方法 后来到他的哥哥那里去 无珠那里去听受了许许多多大乘的教言 然后当然无珠菩萨在吉祖山十二年修持弥勒菩萨 后来跟弥勒本尊和人与人谈话一样的 经常关系比较密切 当时事情想靠哥哥跟弥勒菩萨搞关系 很想见到他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的 你跟他关系好的话我可不可以给他吃个饭或者塞一点红包 然后当时无珠菩萨也是轻视弥勒的时候弥勒说 因为你对大乘佛法的诽谤非常严重 所以即生当中要强见我的话这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忏悔 忏悔造很多大乘的论典 念咒语 这样一来以后可以召见 后来世情论师在显现上 从内心当中真的也是生起了极大的后悔之心 而且他感觉得到自己的智慧 在大乘佛教的智慧面前相当微薄 就觉得自己根本不如自己的熊掌无咒 他最后都是说的 他说 熊掌入龙王 我求雨缺 求雨水的鸟缺 龙王随降雨 无法入缺后 虽然你打龙王整天都是给我打成的雨水降下来了 可是我小麻雀的喉咙特别的细 那么多的雨水我没办法吸进去 意思就是说大乘的这种佛法是前进万论 暴露万象里面的内容极其丰富 而我这个小乘者要接受相当困难的 我们有些道友有些法师讲得非常好的 教证理证有很多的道理讲完了 结果听者喉咙很细的一点都是接受不了 听完就是那天有一个人说 我讲课的时候全部都是明白的 教证理证全部都是了如指掌 可是下课的时候全部都没有了 忘得干干净净 那也许可能也是像世情论师那样吧 是吧总的来讲的确也是从世情论师和 无诸菩萨的公案当中也可以了解得到 即使一些圣者我们世情论师成为世间的第二大佛陀 应该从小乘的观点来讲是在整个佛教的历史上 没有像他那样在弘扬佛法方面有贡献的人 但是他也是在显现上刚开始趋入大乘就不能接受的 就像汉传佛教的弘仪大师在晚年的时候 对密众看法的转变一样 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在早年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对有些观点显现上是不能接受的 但这也是不一定说明这个人特别根基很差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有那么大的邪见也并不是这样的 说明像这样的这些大乘圣者 也实际上对大乘的教法也应该显现上不能精通 所以我们应该大家都是要了解得到 大乘的佛法没有了解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地诽谤 有时候真的你去了解的时候 不管是学密众也好 学大乘佛法也好 有些行为真的是让人感动的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的 现在对外面有些对密众修行不太了解的 极个别的有些人应该实地去看一下 藏传佛教一些密众的寺院当中 有些修行人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好的 但是珍贵的 非常如法的这些修行人 他的行为都是不可思议的 包括现在我所了解的一些老修行人当中 真的是口口声声并不是诽谤因果的 对小乘的戒律也好对小乘所有的取舍因果方面 如理如实地护持 而且自己对世间也好 对整个时光极其的爱协 我认识的很多修行人全部都是老年人 这些老修行人早上三点钟 四点钟起床 念经 磕头 忏悔 一直这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自己认为自己开悟 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 不管是小乘也好 显宗也好 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修行人真的不相同的 表面上看来都是我也是修行人 我学密的 你学显的 很多人认为我是学什么什么 其实修行人当中真的有好几种层次 有一种人应该说是上等的吧 他们不但自己了达了佛法的精华意义 而且将把这样的殊胜意义传给别人 制服别人 断除别人的邪见 摄受别人 有这种能力还有一种论 对自己的智慧 通过自己的智慧 对佛教完全都了达 不会以外境所转 在下一等论 自己虽然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但是对佛教有非常虔诚的信心 我了解有一个老巨师他智慧不高 但是他觉得 释迦牟尼佛说的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有些地方不太懂 我要发愿好好地想懂得它的意义 文化部是很高的但是信心是非常纯的 这么一部分在下等的人信心也没有 外面带着佛教的一些形象或者搭着佛教的旗号 开始欺骗别人或者做一些费力不如法的行为 这四种人我想名义上都是佛教徒 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 包括他方向和目标以及他的行为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 无论你是学贤学密这个都我觉得不重要的 关键是你自己时时刻刻都是观察 我是哪一种人刚才我分了这四种人吧 你是持一个形象的佛教徒 还是自己从内心当中真的有 对佛法有不可改变的一种信心和智慧 以这种智慧愿意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后应该希求的目标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若因一不舍一切皆有果则等一一同一切成佛语 小乘行师他们这样认为的 他们说你们虽然三藏当中应该有你们的教理 在这方面也可以承认的 但是你们大乘的三藏当中有一些道理是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你们认为轮回和涅槃无二无别 轮回即是涅槃 涅槃即是轮回 这种观点也不合理的 我们小乘认为轮回应该舍弃的 涅槃是所求的 然后还有一些小乘经典里面说是无无间罪 它是定业的 不可改变的可是你们大乘认为忏悔以后 可以得以清净的 你们认为所谓的宝生常有不便 而我们认为万法都是无常的 你们大乘认为一切万法 按照波罗波罗蜜多的观点 一切万法皆是空性的 皆无自性的等等 而我们认为虽然有一步法是空性的 但是它的现象应该是不空的 所以你们很多的道理设于我们小乘的经典 我们共同乘的经典和论典的意义不合 它不能色于我们的论典当中 所以你们八乘的这些教法都是有过失的 都是不能色于佛教的内容当中 它不能成为富裕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下面说 播持他们 如果一个道理不能涵盖在里面 或者不符合教义一切都有过失 那我们可以用同等力来播持你们的观点 一个地方相同的原因 应该大乘的教言都是非常合理的了 比如说大乘有关经典当中也已经讲了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然后这个跟你们小乘的三法音里面所讲的 万法无常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我们也承认是无恶的 人恶的菩提加罗是不存在的 这方面你们也是应该相同的 还有我们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 这是大乘也是承认的 我们大乘也是承认是有三宝 四地等等 那这样的话 这些都是相同的 刚才你们说是有些地方不相同的原因 大乘归入于有过失的不是佛语 那么我们现在也具处很多有相同的地方 有相同的推理为什么不能大乘 立位全是佛语呢 这个推理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有这样的 有极个别的人说包括对密宗的有些看法 就是说因为印度的奥义书里面有一些火供 或者一些火式的词语 这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存在 所以藏传佛教来源也是应该婆罗门讲 非常可笑的有些推理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因为学密宗的人有些是疯疯癫癫的 甚至也有发疯的所以密宗不能学的 它是一种非理的教法这样 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真是一个推理 那你显宗当中也有发疯的人 所以是不是显宗也全部不能学的 或者说婆罗门有些教当中一般的作善事有好报 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个我们显宗当中也是有的 是不是你的显宗因为在婆罗门奥义书里面 有一些相同的词语的原因是不是都变成这样的 或者说现在人生借口 人生借口的道理在法轮功当中也是说的 那这样的话你的宗教全部都成了法轮功等等 我们可以以此类推的所以说关键不是有一个相同的词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懂不学音名不懂宗观 这样以后所有的推理全是一种 我们音名里面所想的是不变之果 就是不变之果 包括我们所接触的有些 有些则学习这些教授 真的自己都是无理语音内 还不懂基本的推理还带什么研究生带什么博士生 有时候极个别的也不是说全部的 极个别的真的现在是 就是有些高等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 现在自己也是心里面怀疑重重 还要像带别人这样 可能是无人子弟不一定得很好的利益 所以说真正系统的闻思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真的一些很珍贵的这样闻思 就是讲自相续当中的许多不了解的怀疑的邪见 或者说一些异团全部都会因人而解的 有一个居士给我这样讲的 我以前给你们问过很多很多的一些傻瓜的问题 结果听课以后我现在特别不好意思 不应该问这些确实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你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一些愚痴之问题 不应该这个问的 但是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疑问也是非常多的 当然这个问问题并不是什么矛盾的 在我们佛教当中应该是通过提问方式来解答 这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习中观也好 学习空性的佛教的道理当前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应该说是一个燃眉之际应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度假 如果你缺少了这个 很多形象的一些做善事也好一些意识不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办一些佛教的杂志 当然一方面是劝别人行持善法很好的 但大概一看大多数都是开会 有很多高僧大德每天都是举行一些仪式 当然这也是一种善事 但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接触众生的烦恼和痛苦 这个要接触众生的烦恼痛苦的话 你应该要学习三藏十二部 如果没有学习的话这个也不可能取出的 所以我们大乘的教法应该在大乘论典当中是有的 弥勒菩萨在《金庄阿论》的唐义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自如大乘经 限制烦恼灭 然后广大甚深 也不畏自法空 他意思就是说整个三藏 比如说 金藏也是在大乘经典里面明显的 然后律藏取出烦恼 也是明显的 然后论藏其实是广大甚深的意义 也就是说讲一些空性法门的 这样的道理我们大乘的经典里面完全都是具足的 因此大家应该要通过闻思了解这种甚深的意义 甚深的意义 弥勒菩萨还有教证说是 广大甚深义乎成熟无分别 所持二方便即是无常乘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大乘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广大 第二个甚深 那么这两者应该是成熟无分别念的智慧 正依靠这两个附会儿子或者说方便方法 让我们趋入真正无上的妙称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心里面是想学习佛法 但是不知方向 如果这样的话在整个世界上大乘佛法 应该说是非常殊胜的教义 非常殊胜的教义所以虽然在小乘当中 以前也是提过《阿含经》 《阿含经》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声闻经》 《声闻经》当中也有一些句子 与大乘比较相同的一些空性的教义 比如说舌入巨木 手入腹炮 香入野马 还有心如宝教 示为犯法吧 前一段时间我们用过吧 这样的整个全部抉择为 入水炮 入腹炮 入养颜 幻化等等 这样来抉择的这样的法门是有的 但是最究竟的空性最究竟远离四边八戏的 这样的教法唯一的大乘和密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不信佛教或者信仰小乘的人 他们通过一种道理来给我们进行辩驳的时候 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同等的理由来驳斥它 如果他说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因为你们大乘当中有什么法的缘故 所以不合理的话那我们同样有一个推理 这种推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同等的这种推理一定要学好一名 如果你没有学好一名的话 这种同等的可能也推不出来 所以学习佛法以后无论在什么样的人面前 可以显露自己至高无上的智慧可以让对人要口无言 可以这样做以前历史上唐高宗的时候 当时给大家都清楚一般古代历史的时候 一般道教对灭佛很多地方有一定的关系 后来唐高宗有一次在新明市举行一个仪式 在这个时候当时道教和所谓的佛教进行一个非常强大的辩论 但这个辩论当中当时皇上要求在这个上面谁赢了呢 以后宗教赎给他们他两边都是选了七个 道士方面也选了七个佛教方面也选了七个人 七个人之后在寺院里面先可能做一个坐床仪式吧 然后就开始举行开始举行的时候 佛教的代表有一个叫做慧礼法师 道教有一个叫做利荣道士 这两位应该说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任务 今天我喝的水比较多 刚开始的时候法师开始给他提出一些问题 你们这个道教所谓的动意 因为道教有时候说动正 动玄等等 有很多这方面的解释 说你们所谓的动意是不是通达万法 是通达万法的一切万事万物的法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说是通达万法的意思 是通达万法的意思你们老君在《道德经》当中 《道德经》里面说是无知道或为物有生 我若我生富有何患有这么一句吧 我们以前也用过这个 既然《道德经》里面说这句话 是不是自己身体的真正本体没有通达 是不是有障碍那个时候李荣没办法回答了 确实《道德经》当中也是说是这样的 所以不敢回答不能回答的时候 他表面上我们音笔里面所讲的有些音符的过失吧 说你也是很有名的法师 今天我见到你也是很高兴的 那么你不要把我逼得那么紧 应该我们今天互相了解 我以前也是听过你的美名 我们今天应该互相包容 他说了很多话 这个时候慧离法师他就不客气地说 今天我们宗教的胜利和失败的问题 个人的事情暂时都是不谈的 他说我们都是出家人 应该说有一些共同的缘 他说我出家人好像也不相同的 因为你留着头发 还手里拿着一些陶服 还要件就选择一些其他的磁带等等 这样的这种形象 这种规模规样的形象 与我出家人的形象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个时候导师非常生气他就发了 那你说什么 你提着头发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你们佛教的出家人提了头发 你为什么不提眉毛啊 法师问为什么 因为都是毛的缘故 他说你的头发也是毛 眉毛也是毛 是毛的缘故 这个时候他就用同等力来反驳道 他说既然这样的话 你的头发像脚一样在后面离弃的嘛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胡子也不这样离起来 后来西平净鲁鱼石南尽力荣四月语言 就开始今天通过一个语言讲离荣死在这里 最后皇上也是大小 从此也获得佛教获胜 所以刚才我觉得他们的有些辩论挺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 因为你也是这样的缘故 比如说我们一个密宗的修行人 他行为不如法 他在吃肉 吃肉的时候你们所有的密宗都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密宗有些人吃肉的缘故 他表面上好像真的是拿出一个推理的来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似的推理 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一个原因全部都是一概而论 如果全部一概而论真的是刚才有这个过失 因为都是毛的缘故那要提的话 那你应该说是有这种过失 所以平时我自己真的认为 我们不管讲经说法也好自己理解 包括闭关修行的人对佛教的基本的一些甚深的教理 尤其是因明和中观一些甚深的道理不懂的话 最后在修行的人有时候修错了 然后辩论的人变错了 给别人讲经说法又讲错了 很多人的逻辑不是很调理清楚的 这样应该在有机会 有因缘的时候 好好地学习闻思佛法 然后广闻多学之后 自己很多的修行也会圆满成功的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要求 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放弃一切望远 然后精进地闻思到了老年的时候 自己遣除对佛教的一切怀疑 然后安心地在寂静地方尽情修行 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也是应该奉行这样的行为 那么下一个颂词我们就讲 就是诸圣大驾施 佛语未尽持 谁因如不戒 非持大乘教 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教义由小乘众对方也可以继续辩论 如果你们《般若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真的是佛陀的语言的话 那为什么家业尊者不了误 家业尊者通过历史他应该了误所谓空性的教义 但是有关的历史记载 家业尊者并没有宣讲空性法门 按理来讲佛陀的传承都交互于家业尊者等等 这样一来为什么家业尊者都没有宣说空性 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大乘的观点有两种解释方法 首先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因为佛陀所宣说的大乘非常深奥内容极为的广大 作为一些小乘的阿罗汉 我们家业尊者虽然小乘里面是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应该可以说是承误阿罗汉国位 但阿罗汉在有关经典里面所讲的一样 他还有四种布置饮 金布置饮 石布置饮 还有西布置饮 朵布置饮 总共有四种布置饮 对于他来讲对佛陀的很多神妙和广大的法要 可以说是没有了解到 为什么呢 因为种种的这些法门 种种的一些禅定 种种的一些空性和道性 这些唯一的大乘菩萨 大乘菩萨当中 十地大乘菩萨还有些 比如说夜间看舍一样的 模模糊糊的 不能了知真正的一些如来讲的真相等等 有这样的教理 所以他怎么会能了知呢 可以说是 假设尊者没有通达这一点 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可以这样说的 原因就像《金庄文论》里面讲的一样 无量种种仙 欲则后骨顶 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无量无边种种的法门和禅定的相 一般来讲小乘那样 还说之上都没有断除的 这种人怎么会能决定 能怎么了知呢 以前《宗观宝王论》里面也是有吧 圣者舍利弗也不知劫运 圣者舍利弗他也是用他的神通 当时讲义里面讲的 目犍连和舍利兹 引用了他们所有的智慧和神通 本来佛教里面他们是智慧第一和神通第一 但是后来佛的一些广端也没有彻清除 佛法无量的奥义他们也是没有如理如实地了知 所以一般来讲这样甚深的教义怎么会能了知呢 不能了知的你们这个假释尊者如果没有能了知 你为什么要舍弃这样的大乘殊胜法呢 不应该的当然在这个观点上 我们按照现在的时间或者一些传承 作为藏传佛教也是假释尊者 其实在戒律当中应该说是佛陀教附与假释尊者 然后假释尊者还有阿难尊者还有中间 曹义 小虎 还有黑师 原来在登州佛教寺里面有吧 还有一个大三间等等有一些七大咒识之一 按照汉传的禅宗也是佛陀在饮酒山 然后通过假释尊者的危险了知佛陀的秘义等等 一只禅宗的注视可以这么讲的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他毕竟有关经典的记者都是说是一个阿罗汉相 所以这样的阿罗汉应该说是在大乘的 实地菩萨的境界和佛的境界的圣观法门 在显现上也应该出现一些不足之处 这是我们一些上师也好一些传承历代的注视 虽然他在佛教的贡献非常大 但是在有些上面显现也是不了解的 这种显现应该有的 这样一来我们不管藏传汉传任何一个教派 的话按照阿罗汉的层面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应该对大乘的无量法门可以说不能了知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是一地菩萨他也不能完全了知的 十地菩萨他也不能完全了知 那我们知道所谓的阿罗汉在显现上 应该说他只能断除烦恼障 而没有断除所致障如果这样的话 佛陀的广大无量法门怎么会了知呢 不能了知的这样说也可以 或者另一种解释方法 你们这些小乘虫怎么知道 是假释尊者没有了解 假释尊者有关历史当中没有宣说 也不一定他是不了解的 假释尊者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 他表面上看来是阿罗汉相 实际上是他一个大菩萨 所以根本不知道 到底假释尊者是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我们从另一种解释方法 也没有未尝不可的应该可以这样解释的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大乘法是非常深奥者 一般这样的甚深法作为一些愚者 真的会生恐怖之心 我们讲《妙花莲花经》 《法华经》的时候当时有五千个比丘吧 大家都非常害怕舍弃大乘法而离去 也有这样公案的圣天论师也是说过 如是甚深法 愚者甚恐怖 如是劣根者 恐怖最稀有 有些劣根者对甚深的大乘法门特别害怕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真的会有的 尤其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对空性法门没有好好地传习的这种人 那么即生当中遇到有关这方面的 空性教言的时候马上就离开 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讲了吗 我马上讲智慧品的时候 听说有一个道友说明天堪布亚穿智慧品 还是受不了 受不了 我赶紧离开 晚上马上离开的这是我们现在也是有的 以前也是有的以后也会有的 大乘的空性法门一般来讲没有真实的修行者也很难理解的 所以以前的一些其他的教言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广大甚深的法大多数都是大乘学者而说的 而这个愚痴劣根者对他生起恐怖是情有可原的 因此我们自己听到这些大乘法门的时候 希望大家应该生起欢喜 如果自己实在是接受不了的时候 不要 我刚才不是说一个老巨师他所说的那样 释迦牟尼佛说的肯定是正确的 只不过我的智慧有问题了我太笨了 自己对自己惩罚不要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这种说法不合理的 下一个我们修持生意正道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维修生意之过失也分三个方面 然后第一个说是为断烦恼不得涅槃 讲这个问题下面说 彼求为教本彼也难安理 行有所缘者也难诸涅槃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站在大乘的角度 你们这个小乘宗说是一切诸法的空性 现在是不承认的既然你诸法的空性不承认的话 那么十六种形象里面的空性不能成立 如果不能成立的话 那么佛教的根本应该是比丘 但是这个比丘很难以安理的 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所谓的比丘有四种比丘 明相比丘 骑士比丘 还有经缘戒比丘和破火比丘破烦恼的比丘有四种 前两者其实主要是讲明相上的比丘 我们有时候看见读舍的时候 读舍也叫比丘比丘 所以叫明相的 真正佛教的根源一个是通过节目 能获得圆满的比丘解体的经缘戒 还有一个破除一切烦恼的所谓的阿罗汉 破火比丘就是所谓的阿罗汉 但是按照你们小乘的观点 你们的这种案例来说 破火比丘对你们的见力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会困难呢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你们如果诸法不承认空性 阿罗汉没有证悟空性绝对是得不到的 那么他怎么会证悟呢 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他证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一般很多 藏传佛教里面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 在这个问题上辩论得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次也是这些辩论 基本上没有特别的展开 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吧 阿罗汉也必须要证悟任务 然后法无误的部分也应该能证悟 如果没有证悟的话 获得阿罗汉果位也有一点困难 但关于这个问题比如说《月城论师》 《入中论》的知识还有在《贤举论》当中 有很多的教证 应该说全部加起来 七个教证和三种推理来说明 阿罗汉必须获得证悟法无误的道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证悟 我们所谓的破获比丘这个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通达空性以后才能获得这样的人物 或者说是这样的阿罗汉果位 那么通过这种推理应该完全明白 作为小乘宗万法空性的有些道理一定要能了知 如果不能了知不合理的 尤其是你的心如果有一定的所缘 不管是空性也好不管是有法也好 有一些所缘很难以诸涅槃 也就是说很难以获得真正的 有于涅槃或者无于涅槃阿罗汉的果位 我们前面也讲了有识无识法写不住心前 一切有识无识法你到了最后真的证悟空性的时候 在心面前是不能住的 如果你对对境无识没有通达证悟那解脱也是有困难的 圣天论师所讲的那样 见尽无识诸有种皆灭见尽无识 见到外境 无识的时候你才把善有轮回的种子可以灭掉 这样的空性如果没有见绝对也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在法乘论师在《诗料论》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见空则解脱 修其为其意 见到空性才能真正地得到解脱 然后修行其他的称为他的祝愿 所以有关这些经典来推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一切万法要证悟一些空性 如果证悟一点空性都没有那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麦彭仁波切所说的那样 小乘不明白他们自己所证悟的 我们大乘里面所讲到的万法圆寂空性的道理 如果他能了知 那么我们小乘和大乘之间没有辩论的 就像小乘在间接上对空性 如说有之方面有一点点的 就像芝麻里面的空性一样 在修行上也对大乘的法有一点的修行 应该这样理解在这样理解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辩论或者困难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小乘和大乘之间的辩论 到底你们的教法当中有没有比丘的问题呢 是这样来宣说的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汉传佛教里面 汉传佛教里面有些论师认为 在汉传当中没有比丘的传承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以前金空法师 他就引用欧义大师和弘义法师的说法 说是现在没有合法的比丘 应该最多受一些三规五戒 十善 那这样才是对的 当时欧义大师也是主要从比丘街上当中退了 只属一个萨弥菩萨等等有这种说法 后来密联佛教园的极群法师对他也是有一些辩驳 说是如果这样也不合理的 因为欧义法师如果只是为了三规五戒 他不应该齐心地研究 研究四分女 最后也造了很多的论典 弘义法师他后来也是一直研究蓝山女 然后一直弘扬这样没有任何必要 只是受一个三规五戒没有这个必要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在汉传佛教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我个人认为汉传佛教当中应该说 比丘街的传承是有的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比丘街的传承没有 从南宋一直到现在在这么多年当中 汉地无数的高僧大德 他们都是不断地在给别人传街 然后连这个历史都不懂很多人一代一代的 欺骗一代一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应该从一个方面来讲 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如果一个传承不清净 另一个途径应该是有的像藏传佛教 原来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也讲过 很多从拉萨传下来的也有多康传下来的也有 这个戒律有许多的大概有三大传承 三大传承的汉传佛教虽然确实是 没有破也有得戒体的所以真正要去研究 有些地方只不过是当时红衣法师在在家的时候 也是名声比较大后来可能说一些这些话 我觉得有一些密意他因为当时的一些环境 针对一些环境 针对一些人或者有些原因 是当时这样而说的因此以这样的语言 广大汉传佛教的所有的比修监都制造毁谤 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真的传承断了 那普遍所有的律师都应该了解 那么传承断的原因是什么 从此之后谁如果去举行三堂大戒的仪式 那是非法的举行不合理的 应该说受到了十方的佛教徒和广大四种弟子的牵扯 但是并没有 所以有些法师们讲经说法的时候也是 所谓的他们有些观点来引用 我个人虽然没有很深刻地研究 有关汉传佛教的律葬方面 但是他们只是道听徒说的话 有些高僧大德的一面之词或者一句之谈 不能代表所有的传承或者所有的观点 在这些问题方面希望广大研究律葬的这些法师们 也应该比较明确地说明否则诽谤很多人的戒体不合理的 如果真正清净戒律的人在他面前说一些你没有得戒 你的传承不清净的话有关律葬当中过失非常大 所以也有毁坏戒律的过失 因此有些法师我觉得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弘扬戒学很有必要的 当然自己如果能受持三规五戒也是为上不可的 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要给别人应该开一些正道的时候 各方面需要值得注意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希望好好地研究 好 今天学到这里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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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KEVIN 阿姨 consumed rep quiz 阿姨 Amber ConfPo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